大家好,我是布谷 今天聊聊以前参加多伦多车展媒体日拍摄的经历 多伦多国际车展Toronto Auto Show 几乎每年都在多伦多举行 也算这个城市的一项重大的活动 但这两年由于疫情停办了 反倒勾起了点对车展的回忆 说实话,对汽车呢,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不过呢,因为工作关系 参加了三次车展的媒体日 充当了一把记者 今天呢,就把这段经历和大家分享分享 那时候我是在加拿大最大的私营电视台工作 做新闻网站的开发 就是写扣的编程的工作 并不负责新闻内容的收集 电视台的记者、摄像师 主要是为电视节目服务的 网站呢,有编辑、有writer 但没有专门的摄影师 我喜欢摄影领导同事都知道 所以呢,有点什么事儿 需要照片的时候呢 就会派我去拍一下 网站上汽车专栏 主要是关于汽车方面的新闻 组里呢,正好有一个developer同事 酷爱汽车 谈起汽车来也是头头是道 本地的白人呢,沟通也好 经领导同意呢,自己去联系各个车厂 借车来写车评 然后呢,在我们的网站上 汽车专栏上发表 这样呢,也丰富了网站的这个内容 车厂呢,也乐意 能在最大的电视台网站上 展示他们的车 何乐而不为 每次呢,借来车 我都是帮他拍一组照片 为他的文字服务 每年的Toronto Auto Show呢 都有一个媒体日 媒体日是在车展开展前一天 是专门为各家媒体开放的 在车展开幕前两个月呢 组委会会发通知 给各大媒体 关于车展媒体日的消息 各家媒体呢 会选拍记者 要事先申请 批准后呢 组委会会给参加的人呢 发一个通行证 上面有名字有单位 就这样呢 我们两个developer就一起 成了一起申请 充当了一天的记者 前后呢 还去过三次车展 车展媒体日这天呢 组委会安排的特别周到 包早餐午餐两顿饭 停车衣帽都有安排 车展有媒体专用的business center 提供WiFi电脑传真机等等 日程安排呢 也特别的满 早晨六点半就开始早餐 早餐呢 有面包牛角包 muffin bagel等 饮料 咖啡 茶 果汁 都是自主餐形式 自己随便拿 七点半 年度最佳车评选 结果发布会 各种车型的得奖车厂领奖 记者呢 一通的拍照 八点半 车展开幕 其实没什么正式的开幕仪式 就是由第一个厂家来主持 有的呢 会安排点艺人表演 表演也都不长 之后呢 之后呢 就是每半个小时 一家车厂发布新车 每家展台上都有几辆当年的新款车 用部罩着 等着揭幕 展台前呢 放着一排排的这个椅子 后面呢 是有高台给这个摄像记者 摄像记者都支好了高高的这三脚架 架着这个专业的这种大摄像机 文字或者摄影记者呢 就都前排坐下 或者蹲下 每家呢 都是由高管先讲话 讲一下公司形势 怎么个一片大好 这一年里边销售怎么个成功 印象最深刻的呢 是2014年的车展 当时克莱斯勒呢 因为之前濒临破产 加拿大和安省的政府呢 都给了贷款支持 所以呢 当这个克莱斯勒总裁讲话的时候呢 记者立刻就开始疯狂的发问 追问什么时候还钱 那场面 也是第一回现场体验到这记者的厉害 车展上最主要的部分 当然是新车型揭幕 有的车厂呢 是请几个模特来揭幕 有的厂家呢 就是领导自己把这个盖头一掀 或者是呢 让个员工藏在后边 把这个布往下一拉 还有的呢 会设计个机构 从上边把布吊上去 也有的新车呢 是从后边直接开上了 配着音乐 灯光 烟雾 制造出一种不同的效果 这里的车展呢 模特不是很多 也没有国内车模打扮的拉摸性感 现场光照呢 也不怎么样 有记者拍照时 要给这个模特摆pose 模特一般呢 也就稍微换一两个姿势 让记者这看一眼 也就是了 每家新车接幕后呢 会留几分钟 让记者呢 可以上台 近距离的观看拍摄新车 车展上的车 不单是赠光发亮 而且每个车轮上的logo 都是正的 这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给摆的 当时是大部分都是摄影记者 前后左右 里里外外的拍一下 也就离开了 可是有一些呢 也可能是当时刚兴起的自媒体的记者 开始拍视频 这个呢 就相对站的时间比较多 有些个人 站在一个地方 摇着镜头拍半天 还有的甚至还带着滑轨 这对于摄影的记者来说呢 就比较麻烦 因为这没时间等啊 马上又得赶着下一波了 中午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 还是自主餐行事 有三明治沙拉等 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er 有南北两个展区 连接南北两个楼 有一条挺长的走廊 要上下好几道滚梯 跨过铁道 上午呢 是在北区 下午就挪到南区了 和上午一样 厂家新车介绍 一直要到下午四点钟 之后呢 组委会安排了一个party 在展区中心北区的地下一层 在那儿呢 可以喝杯酒 有各种品牌的啤酒 红酒您可以选 也提供些个典型小吃 同时呢 还可以参观豪华车老爷车展 有很多著名的跑车豪华车 比如说保时捷 蓝波基尼 法拉利 麦克劳伦 罗斯莱斯 宾利 马沙拉蒂 等等 老爷车也很多 好多都根本都没见过 到六点开始呢 所有的记者都要求开始离开了 因为晚上七点 有另外一个party 是车展专门给VIP贵宾设立的 应该是很高级别的 所以之前呢 所有人必须得清场 这一天的活动呢 就算完了 您听着多累了吧 不瞒您说 我这一天下来啊 从早晨六点出门 到晚上回家七点 也感觉是筋疲力尽 相机的电池 差不多都用光了 内存卡也都装满了 这真是体会得到 新闻记者的辛苦 好了 车展媒体日的经历 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您要是感兴趣呢 麻烦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点赞留言转发 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转发